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宫中美食我早已吃腻 没想到今日外出竟遇到如此神奇之物 三皇姐不好喽 如这一查明 也向我新男子在烤鸡池说散话 可当如他说要将那烤鸡池全数买下的时候 他不但不卖给我 还将我乱签赶走 大胆的刁民 他竟敢不给我三皇子面子 此人公然和皇室作对 怕是有来头 公主 那人自称是炸天帮 可如何才从问听说如此帮派啊 炸天帮 有消息称 剑主失恋被一男子所毁 那人便是自称炸天帮的 藤原大海 一人所毁 如此高强 此次剑主失恋 坐镇的可是狼剑宗原鹰起掌了 那藤原大海一人一狗 便能对阵狼剑宗如此多的高手 这从未听闻的炸天帮 实力竟如此高强 这卖烤鸡吃的 也是炸天帮之人 小李子 快带我去找那男子 若是能结交上这炸天帮 我竞争皇帝之位 又多了份助力 这边是自由的气息啊 好多好吃的 真是太幸福了 太香了 这是什么味道 在这边 大家不要急啊 排队排队啊 提前把银子拿在手上 一百两一串 公子 这些烤好了 来 这是你们的 谢谢灰姑 是少年郎 他怎么跑来卖夜宵了 小子 想不到还藏自己锁 三皇子与协公骨驾档 闲杂人等速速让开 是皇宿 赶紧让开 这小子刚才得罪了三皇子 这下完了 三皇子 就是自然 无奈金元国皇族三太子 就是你自称炸天帮 在此卖烤鸡翅 是 是三皇子 公子 我还要继续烤鸡翅吗 要不 我们先暂时收他 放心 我来摆平 你继续烤鸡翅 我问你 你可是炸天帮 藤原踏海 哟 你这个太监 被赶跑了还不死心 把主人找过来 是想来出口恶气吗 我并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只想知道 你究竟是不是 藤原踏海 不 我只是负责 炸天帮的资金来源 人称 创业天才 马云云 炸天帮 是吧 随我走一趟吧 本皇子 有事与你商谈 没看到我在做生意吗 滚 你 我好生好气与你说话 你竟是这个态度 我叫你任头落地 恼羞成怒 皇兄小心 你这家伙 皇兄 快出手 我运气全身的真气 才抵挡住他随手一击 此人并不是普通的伤犯 他的修为 在你我之上 知道还不快滚 瞧瞧你们 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 打扰我做生意 可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普通民众走了更好 你也不必和我走了 就在这里说吧 大姐 今晚银两赚的也够多了 你们都拿着吧 有了这门烤鸡翅的手艺 无论走到哪儿 你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客人 公子 真的是感激不尽啊 大哥哥 谢谢你 快走吧 以后不要回来这条街了 这位马先生 我是金元国的七公主 皇兄贸然对你出手 实在是抱歉 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嘛 赶紧给我十万枚上等零食 我就原谅你们 警察 十万枚 这个 三弟七妹 你们还是太嫩了呀 你俩也想拉拢乍天帮 从而给皇位之争做事 拉拢不成还得罪了人 真是太嫩了呀 二皇兄 二皇兄好 这便是烤鸡翅吗 本皇子历来喜爱美食 不知马先生可否特意为我做几串 不好意思 今日已收摊 我没有兴趣参与你们的皇位之争 我先走了 马先生请留步 你想要什么价格尽管开口 本皇子对能人之事从不吝啬 你不过是个皇子 哪有资格吃我做的美食 放肆 本皇子实在四方 从未听过有我没有资格吃的美食 你若是能做出让我惊讶的美食 本皇子就满足你的任何愿望 哦 你想与我打赌 哦 一言即出 司马难追 本皇子今日就瞧瞧 你有什么本事 哼 好 你可别反悔 你 老子给你挨刀 闻着如粪便般恶臭 吃着喷香四溢的美食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鞋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族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血鬼 胜面杠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五公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别说 我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别 别 你吗 let me bomb 认识